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看的是你好 我看马太福音第27章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 耶稣为我们受难在石架上 也就是受难当中 有祭司长老批判 你是王你可以救你自己吧 有贪财的犹大 为了三十块银子而卖主 后来出去吊死了 由比拉多 他洗手表明无辜 却盼耶稣死刑 而也有兵丁 他戏弄主 但当他看到耶稣死亡的时候 天地黑暗 天地异象的时候 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 也有妇女观看对着坟墓 坐着盼望等候上帝的工作 而也有财主为耶稣安葬身体 在耶稣受难这个最危急的时刻 我们思想你我是谁呢 你我是不是起来批判论断 还是为了金钱出卖 还是事不关己而冷漠的对待 或是攻击或是抵挡耶稣的人呢 还是我们是远远看着跟随到底的门徒呢 而这最重要的在于耶稣虽然有这么多人围绕 他却定义为你我走上十架 承受罪恶 要改变我们 我们来祷告 呼求主恩待我们 跟随耶稣的道路有很多旁边人各种的声音 各种的抵挡 但呼求主让十架成型在我们的心里 耶稣十架的爱点让我们来跟随耶稣 跟随十架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